说到木质家具,大部分人都会想到红木家具,荔枝木家具 荔枝木外形看起来典雅大气,质地有坚固耐用,非常受人们的欢迎 那么荔枝木家具都具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呢?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荔枝木是岭南的特色木材,特点就是木质坚硬,遇水极沉 野生的荔枝木是广东省的特技用材,而人工种植的荔枝木属于一级用材 由此可见,人们对荔枝木的重视程度,荔枝木之所以出名不仅是因为它自身材质的特点 还因为它曾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被起义军用来制造大炮 战争中荔枝木的残骸还被放入了军事博物馆,所以人们对荔枝木家具总有特别的感情 荔枝木家具盘根错节,造型优美,比红木家具更具有观赏价值 且它坚实耐用,不怕水浸泡,抗三防潮性非常强,南方多雨潮湿 对于木质家具的选材就更为重要 而荔枝木家具无疑就是南方家庭的首选 荔枝木家具虽然能够经受日晒雨淋,但也很容易开裂变形 这是荔枝木家具最大的缺点 所以荔枝木家具要非常注重保养 平时用湿毛巾擦洗即可,要尽量地避免阳光暴晒 总的来说,任何家具都是优劣并存的 荔枝木家具也一样,我们只要精心地保养 就能极大的避免这种家具发生开裂的现象 话说,大家认为哪种木制家具更好呢? 欢迎留言交流,感谢观看本期节目了解更多,请关注我们